1989年2月24日 美国洛杉矶 肇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47型客机 上空时突出现爆炸 前货舱门突然爆开 紧急迫降 Hello,大家好,我是David 我们今天要来模拟的空难是 联合航空811号班机 这起空难发生在美国檀香山 飞机于1997年退出联合航空机队 这班航班是由美国檀香山国际机场 飞往澳大利亚雪梨机场的定期航班 预计飞行时间8小时 机上共有三名机师 飞机为一架波音747R22型客机 注册编号为N4713U 我没有联合航空的旧涂装 我先用现代版代替 机场是大卫克罗尼 David Froney 他拥有空居背景 加入联合航空35年 累计经验2.8万飞行小时 副机场是斯莱德 Nel Slater 副机场累计经验1.4万飞行小时 飞行工程师 兰德尔托马斯 Randall Thomas 他累计经验2万飞行小时 时机场累计经验2万飞行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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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